很多人会去庙里面这个点光明灯 希望能够带来好运 结果有人跑到台北市指南宫去 他想说年初花的3600万元 3600元的这个通天才神灯 一看怎么没亮啊 他想怎么不会搞什么东西啊 不会只有初一时五才亮吧 这样子的话怎么能给我带来好运呢 他说是不是因为你电价涨了 所以才不点灯 不过指南宫说是因为6月24号下午 雷雨交加使得停电一个多小时 才会让大家误会说光明灯不光明 到何时96岁的老奶奶前程拜拜 位在木炸山上的指南宫 每年都有一万三千多人来点灯 报平安 不过就有民众6月24号下午来指南宫 却发现自己日前花了3600元 点的通天才神灯 当天没有亮 私下问工作人员则说 店价变贵了 改成初一汉十五才点灯 让民众实在不能接受 所以通天才神 初一十五初一十五 也是亮 也是亮 平常我们也有亮 那一天刚好他来了 遇到我刚刚讲 就叫我们协设做证明 打雷 要方解释 6月24号因为指南宫 锦铃捷运指南宫站 当天下午雷雨交加 导致一旁的台电电箱冒烟跳电 才会让庙里的灯没亮 长达将近一个多小时停电 让民众吓了一跳 油箱冒烟了 那我们这里所有的电视都不能开 一线感的油箱 大的 冒烟就对了 对 所以才导致跳电 对 附近民众也说 五六七月 午后多有雷震雨 如果一旦电力耗电量太大 容易跳电 不过妙方保证 民众每年点的灯 不管是1200元的财神灯 光明灯和太岁灯 还是3600元点的通天财神灯 都会全天候24小时点亮 追新闻五迪瑞黄树人 SNG小组台北采访不到